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环境做得清晰 生活就会健康 心情就会快乐 所以我们现在要加强到社区环境的改善 我们有一个六星环保的计划 我们已经感谢很多社区的环保志工 过去都利用好困时在那边上 在那为何环境 让社区很美 但是好还要更好 所以我们提出一个环保加强的计划 六星环保社区 彰化的好 少不了你的少的计划 我们对每个月都正常运作的环保志工队 我们每个月都保住四千块 让大家买一些拼早的工具 还可以让大家吃点心 而且我们每半年会办一遍评比 特优的社区我们再给它加码 补助十万块 优等补助八万块 甲等补助五万块 希望透过这个保障和竞争的机制 让大家认真来做环保 让大家更多重新的理念 重新的做法 让社区的环境更清晰 更美丽 做环保的手是最美的手 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环保 让我们的环境未来更美好 卓宣长表示 每月每对补助四千元 令每半年评比一次 一评比结果奖励社区 获得特优的社区 每对再补助奖金十万元 优等八万元 甲等五万元 除了透过工部门的力量 鼓励社区 也希望号召更多在地企业 年轻学子 共同携手江彰化县 打造六星级城市 我们今天的六星级环境社区的一个活动 那事实上是在恢复我们过去传统社区 对爱护家园清洁干净 这样的一个美德 那目前我们昌华县除了这个环境清洁的这个 志工可以去参与之外 我们也鼓励非常多的企业 企业也加入整个社区环境清洁美化的一个工作 包含到今天有出席的 新向美牙医还有这个加薪企业 他们都出钱出力帮助这些在地的社区的社区的环境 志工来从事整个环境清洁的一个维护的一个工作 那后续因为后续我们也会在持续扩大这样的一个服务 把更多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加入这样的一个活动 是我们未来主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目标 就是觉得为社区服务是一件很光荣 很有荣幸的一件事情 然后因为阿嬷也有一起加入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如果可以进一点小小的力量 就很好很好这样 尽己之力彰化更美丽 让我们一起玩起衣袖 为下一代打造更干净更美丽的幸福家园 透过大家的双手让彰化魅力一一展现 让彰化环境品质继续往前迈进 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